本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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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的 本日是本日是本日的 本日是本日是本日 現在心情非常的差 怎麼說呢 他說我今天的文件沒有被拖 這個意味著我今天就要回去 明天就要再來一次 真的是水逆耶 歡迎收看猶太人克里斯 Have a good time! 今天呢我憂鬱了很久 因為呢今天要來辦一件大事 就是延簽 就是要延續我的簽證 因為在曼谷呢 將近待了90天 所以現在呢需要再延簽才會再額外給我90天 所以今天呢要來移民局嗎? 我也不知道好像換地方了 反正我今天要來這邊辦延簽手續 然後之前在上網Google呢 很多Youtuber都花了一天的時間 所以這次我一直不想面對的事情 可是呢我還是來了 所以現在呢就要進去辦延簽這件事情 他會先給你三個表格 一個是 TM7 然後呢 看來就頭痛 然後呢還有 要貼照片到背面 然後這個呢應該是一些 自我聲明的文件吧 然後這個應該也是 就是如果你延期啦 然後沒有報導會怎樣 應該在講應該在講 等一下再去研究一下 寫完才能去拿號碼 我覺得 就是有點喘 我拿到70號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10點40左右 然後呢我剛剛看的叫號 大概才10幾號 所以呢我已經有心理準備 現在呢要去地下一樓呢 影印文件 搞這個東西有搞很久 反正呢第一次來用 所以很繁瑣什麼都不會 所以呢花了很多的時間 現在要去影印 看看哪裡可以用 喔這邊很多商店耶 然後聽大家說很好逛 所以待會可以來逛逛看 可是我要先把影印這件事情搞定 這邊蠻大的很美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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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要往這邊一直直走 然後呢 左邊 直了 找到了 耶 在前面 前面就可以影印了 終於 哈囉 阿姨 他就會幫你用好 他就會幫你用好 本來拿套來 鬆把前面 然後一張兩塊 才按你再買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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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先去買 好 先去買 喔喔喔喔 替不老告可以先買 喔 就是要每一張都要簽人 好已經完了 接下來呢 就是等時間啦 可是現在呢 11點半 然後70號 我覺得呢 可能是下午三四點以後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要想 如何打發這些時間 這個是 中央的廣場 然後之前呢 因為COVID的關係 所以呢 這邊都是禁空的 可是之前有很多的攤販啊 然後可以賣很多東西 可是現在目前是取消的 所以變成可以有這麼大的廣場 來讓你打滾 嗯 也沒有要打滾 很漂亮喔 乍看會不會很像紐約的飛鳥車站 還是其實不像 現在心情非常的差 怎麼說呢 就是剛剛一度在裡面看到 欸!70號好像就是 中午前半的到 所以果真 剛剛大概 11點15分的時候 就叫我進去了 然後我就覺得 欸!來得及耶 我就很開心 後來呢 重點是 他說我今天的文件 沒有被托 因為呢 我的簽證是 特殊旅遊錢 所以呢 我 要需要再多拿三個文件 就是需要有保險證明 然後還要有租屋證明 還要有飯店隔離結束的證明 還有就是收據 所以我心裡很差 這個意味著呢 我現在就要回去 然後明天再來一次 真的是水逆耶 就是因為網路上面 STV的資訊真的很少 所以呢 也查不太到 所以我就當作認齋了 所以呢 以後呢 如果各位跟我一樣 是拿特殊旅遊籤的話 千萬記得要背妥這三樣東西 再來演籤 不然的話呢 就是要再等於白跑一趟 所以現在呢 就只能回家了 害我剛剛還在心高采烈的覺得 中午前就可以辦完了 結果呢 完全不是我想的這樣 唉 傷心至極 哈囉 我今天呢 十點不到就到了 然後現在呢 很多人在排隊 還有後面還有很多人 前面也是 大家都要排隊進去 我剛剛看號碼牌 其實好像還蠻快的 大概再等十個就到我了 然後我特別為了這個文件呢 昨天還去飯店 重新申請了 隔離證明 還有呢就是 付款的收據 真的是累死了 現在呢 只希望等下辦的時候是順利的 真的不然的話 這樣折騰呢 真的蠻累的 幾個小時後 夜 終於辦完了 真是 心情放鬆 剛剛進去辦的時候 蠻順利的 就是 我就是準備了一疊文件 就是要交paper一樣 然後呢 它就是 逐步的審查 然後呢 就讓我 延簽啦 又點了三個月 那 還要交一千九 為了要拿到那一頁 真的是 辛苦至極 我後來發現 比起其他簽證 我的觀光簽的排隊人士 其實是比較少的 可能是因為這個時間 真的是沒有什麼來觀光吧 然後其他 相較於其他的一清簽證呢 或者是 留學簽證 可能就真的要排得久一點點 算是 不幸中的大幸吧 那很多人就一定會說 那為什麼你沒有做好功課再來 這怎麼說呢 因為呢 網路上面呢 STV特殊旅遊簽的 資料非常的少 都是一般旅遊簽證的 眼簽的資訊 然後呢 之前呢 有打電話過來 可是呢 30分鐘都沒有人接電話 反而讓那個電話費一直在燒 所以呢 就當做有經驗好了 所以這邊呢 如果以後大家呢 有申請STV的朋友呢 眼簽的方式呢 就是要準備幾個文件 第一個呢 就是護照的影本 護照的資訊 照片欄 還有呢 內頁 還有簽證頁 還有那個 居留的那個資訊內頁 還要帶 照片一張 還要寫好三張表格 然後呢 還要帶隔離證明 還有那個隔離付費的收據 然後呢 如果你要在這邊居住的話 你需要拿到居住證明 就是比如說你是租房子的話 就需要有租約 那如果你是飯店的話 反正就是要有居住在這邊的證明 我覺得其實 蠻繁瑣的 然後其實 要說嚴格嘛 也是蠻嚴格的 給大家參考啦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我怎麼可以在泰國待那麼久 那我這邊就是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我來泰國之前呢 在台灣申請的是 特殊旅遊簽 英文呢 簡稱STV 那要怎麼申請呢 第一個就是 財力證明 起初好像泰國政府是設定50萬以上 可是之後就放寬了 然後呢 還要有隔離酒店付費的證明 還有購買機票的證明 還有呢 在泰國呢 這段時間 要購買泰國的保險 還要含COVID-19的保險 那那個時候我是買一年期的啦 所以呢 就是很快很省事 然後備妥這些資料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申請簽證 那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就申請看看 如果過了就來 如果沒過的話就算了 沒有想到過了 所以過了之後呢 就要繼續申請ASQ的程序 那這個我就是 直接找台灣的代辦 那他非常的仔細 給大家參考囉 那不知不覺呢 其實我已經來泰國 三個月了 如果包含隔離的話 那你要說我有什麼心得呢 我覺得其實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人生體驗 然後我覺得我的泰文呢 有沒有進步呢 其實我是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浴幹有變好 所以呢應該是蠻值得的 那我覺得自己很像那個 魔女宅疾病裡面的弟弟 就是 很像在一個陌生城市冒險的感覺 所以呢 我覺得 人生有這樣的經驗的話 其實是蠻難的 那接下來三個月呢 就要再繼續麻煩指教啦 泰國喔 那今天的這一集內容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影片 對你有點幫助的話 就幫我訂閱一下喔 還有按讚還有分享 那感謝你收看 猶太人克里斯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